夏天门热潮湿一流汗,导致湿疹反复发作,让人不堪其扰。 对此,营养师蔡宗珍就分享四招改善湿疹,包括饮食控制、保持潜爽、加强保湿及避开过敏源。 出此,他还建议可透过补充6营养素来稳定皮肤状态,分别是鱼油、维生素、滴、益、心、益胜菌及植化素。 其中,他提到,肠道是人体最大免疫器官,益生菌不仅能调节免疫,也有助预防皮肤发炎。 蔡宗珍在脸书专业Cofivo的专属营养师撰文表示,造成湿疹的原因繁多,包括遗传体质、免疫失衡、接触到过敏源或刺激物,以及气候因素都有可能。 他建议想要改善湿疹,生活中可从四方面来助手。 首先是饮食控制,要避免食用刺激性食物,如咖啡因、高油重咸、辛辣食物或酒精等,并多摄取天然蔬果。 其次是保持潜爽,蔡宗珍提到汗水会使湿疹恶化,因此可随身携带面纸,以擦浅汗水减少患部刺激。 再来是加强保湿,他解释由于湿疹会导致皮肤的角质细胞湿水,使肌负增后前操及起泻。 建议洗澡后或睡前可涂抹乳液,帮助角质细胞回复健康。 最后是避开过敏源或刺激物质,如香水、化妆品、清洁剂等,尽量选择温和、天然的产品才能降低皮肤刺激。 又食用对于预防皮肤发炎,过敏也有帮助。 补充植化素方面,如深绿色蔬菜、水果、绿茶等食物都是不错的来源,可多多摄取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